Good morning 大家 今天 我又是礼拜天 我们要去这个笨真吃早餐 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原本我们已经转到了大学城 可是 又最终还是决定来到了笨真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找笨真云脱面 Let's go 我真的觉得很凉 所以我才觉得行 很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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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白色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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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一个 有两个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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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số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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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我们买的第一间 就是我们刚才去吃的香妓 然后呢 它的鱼园有 两粒鱼园 一粒肉园 还有两个云吞 然后呢 这个就是第二间的 星星 然后这间 它也是在店面的 然后它是有三粒鱼园 两个云吞 叉烧是一样的 也是会有叉烧 然后这个是第三间 我们去的这个叫 星季 星季云吞面 然后它里面 这个等蛮久的 然后这个 这个香妓 跟这个轻轻 第二间的轻轻 这两间还好 不会等 然后这间等蛮久的星季 然后它只有一颗鱼园 两个云吞 还有一些叉烧 然后呢 这个第四间 我们又遇到一间 它也是叫 Heng Heng 这个店比较旧 然后它 这个里面也是有 三个鱼园吗 看一下 两个鱼园 两个鱼园 它有三个云吞 还有一些叉烧 好 这间呢 它人也是蛮多的 这间Heng Heng 人蛮多的 这间跟这间 人都蛮多的 这间是店比较旧 这个店是蛮新的 这两间的店都蛮新的 这边有两间Heng Heng 这间跟这间都是Heng Heng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看到底 哪一间我们会比较喜欢吃 颜色上面看呢 第一间我们去吃的这个香剂啊 第一间这个香剂呢 它是最红的 颜色是最红的 然后 这一间 新剂呢 它是很湿的 我记得我打包的时候 它是蛮湿的 然后 可是现在 出来就 水分也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试试看吧 好的 我现在我先来试看看 他们的鱼园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OK 第一间是的 这个香剂呢 它的鱼园 我有试过了 是不错 很好吃 很有弹性的 试试看哦 然后第二间的鱼园 第二间的鱼园 跟详继的 比较 颜色比较白 它的颜色比较白一点 大家看一下 而且 size也比较小一点点啊 没有很大的差别 试试看 你看 它的味道比较 这个比较软 它鱼园 然后可是这个比较有弹性 这个比较软 然后第三间 第三间的这个 星际啊 星际这个是蛮出名的哦 上网找就找到它的 它鱼园是 更加小粒了 大家看一下 哦 上看哦 嗯 它的鱼园没有吃到鱼味 感觉是这样 是在吃鱼饼 然后第四间 这个是轻轻 轻轻跟这间 看它的鱼园有什么差别 赛是一样的 然后跟第一间的香气的颜色比较一样 因为第二间 大概这间轻轻哦 它的颜色比较白 鱼园的颜色比较白 上网 嗯 这个 这个 跟香气的鱼园的味道是一样的 然后也是有弹性的 这有差 这个 很软 很容易就咬下去了 这个它是弹牙的 这个就比较小粒了 这个 很像吃鱼饼这样咯 ok 然后 这个云吞 这个云吞也差不多了 云吞其实差不多 云吞的差不多 云吞我就不讲了 好 然后就来我们先散看面吧 这个香气的面哦 就比较红 然后这四包都是辣味 散看哦 香气一吃就 只要它是辣味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云吞是怎样 云吞 也是蛮红的啦 只是要嚼一下 上看它味道是不是 诶 感觉这个它的面比较硬耶 没有煮这样久 这个星星 云吞 嗯 真的 这个它的面没有煮太久 然后这个面比较软 比较绵啊 然后它的辣味也没有很重 可是它甜味比较重 这个它就 呃 因为我叫辣的嘛 所以这个比较 它的辣味比较重 这个辣比较甜 然后再试第三间 这个 啊 星际星际星际 星际这个是 出名的哦 比较多人啊 试试看哦 这星际在网上的口碑也很好 试试看哦 嗯 嗯 这个有辣味 然后它也比较甜 可是呢 跟这个 第一个的辣味不一样 因为这个辣味我咬得到辣椒籽 就是 那个辣椒啊 就是搅碎的辣椒 一片一片的辣椒 可是这个完全没有 这个完全没有 没有好像 可能吃到很大片的辣椒 它的那个辣椒 比较少 比较少 可能比较少的关系 没有酱辣的关系 它比较甜的关系 然后这个感觉也比较油 这比较油 这没有酱油 这个比较干 嗯 所以你看哦 近看一下 这是比较有光泽 然后这个呢 是比较干的 它的油没有这样多 OK 这是比较油的 比较油也比较适 OK 来我们试试看 第四间黑黑 这个比较 比较老店啊 这一间呢 我看它露那个面 是最快就露起来了 一下感觉老板的面是之前有烫过嘛 然后它就烫一次它就起来了 然后 看起来 你看它的面 也是好像比较硬啊 哦 可是它也是蛮湿的 因为我是打包关系 所以它会放比较多水分在里面 比较水 我来试试看哦 嗯 它有一个 奇怪的味道 嗯 它很美的味道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它真的是有一个 嗯 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 可能是它的那个酱料的味道吧 好咯 就上这边 所以呢 这四间呢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 它没有酱油啦 虽然 可是如果 如果你要在 在店面里面吃呢 它是还是试试的啦 可是如果你打包回来 想要吃绵绵的感觉的朋友哦 这个是很好吃的 第一首选 然后我自己呢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 然后第二名是这个出名的 星祭 这个叫祥祥 祥祥第一名 星祭第二名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只是甜的面 这个 放最后一名了 然后这个有 有辣味 这个是 轻轻 旧的轻轻 和这个 比较新一点的轻轻 所以它的排名是这样子哦 然后它的价钱呢 这个是四块钱 这个是 五块钱 对吗 五块对 这个是五块 然后这个是 这个很特别的 打包 打包是 四块半 四块半 没有记错 星祭 四块半 然后这个 轻轻一样也是五块 这两个跟这两个 这个是轻轻 五块一样 然后这四块半 这个四块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口语 大家的选择不一样哦 我自己觉得 这是吧 这个是比较好吃的 如果想要去试试看 这四间 笨针云吞面的朋友 可以到笨针试试看 好像 在我们绝壁这边开的 笨针云吞面 跟他们这四间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吃 正中的笨针云吞面 一定要到笨针去吃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